沃河高窟就是中国的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 1987年批准 当时的时候大家的思想是 文化遗产是摇天树 我们不这么认为 它是可以旅游的 可以欣赏的 但它不是摇天树 社会上没法正确地去理解 保护跟旅游跟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 那么我们就面临这么个难题啊 动不动有人来跟我讲上市 股票 我们曾经被人到省领导那去说要捆绑上市 各位可能懂吧 哎呦 我一天捆绑上市 他说 哎呀 你们不是缺钱吗 我告诉大家 当时我们刚改开放之前很可怜的 我们连洞窟的窟门都修不起 你说如果让他们拿去 他会帮你去保吗 那他就使劲地用 所以我们呢 好像我这个工作很简单 你不就是搞个文物吗 研究院就不是 可复杂了 我老师经常在风口浪尖上 我们的旅游部门嘟嘟逼人 叫你恨不得全部打开 你呢 再说保护人家不高兴 人家就要说旅游 这么少的数字怎么行啊 但是看坏了也不行 这么好的东西交给你凡警师 交给你研究 不能让他们 所以最后想来想去 我要叫保护给洪阳要平衡 总之我们要千方百计 将东方文化艺术宝库一代一代相传 使之久远保存 传承千年 另外我们要搞文科的人 要深入地去发掘 东方文化遗产的价值跟内涵 使它更好地扩充强解的内容 更好地传播艺术